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大家齐心协力来为未来做准备的时候了 那么这种准备工作呢 包括未来需要做的反共的这样的事业 那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需要各个不同的反共阵营的团结 那么只有在这个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大家团结在一起 我们才有战胜中共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样的团结的话 恐怕连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可能丧失 那么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阵营的团结方面 我一直认为藏人团体长期以来与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地寻求合作 一种善意来寻求合作 抛弃掉一些历史上激流的这种对立情绪 专心寻求针对最主要的最大的敌人 就是中国共产党这种的合作 这种合作我觉得堪称典范好 那么在此呢我也向藏人表达感谢啊 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更愿意在未来加深和加强 跟藏人朋友的这种合作 那么第二个感想就是说 未来的中国的转型将不仅影响到中国 也不仅影响到东亚 也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 那么面对一些核心的 将要面对处理的一些核心问题很多 这些核心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要解决中国跟游边其他地区的关系 它不仅是一个跟印度和美国这样的 这种和大国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要面对在民主化之后的中国 那么如何与包括藏人在内的 其他的这些地区 那么要求独立和高度自治这样的要求 那么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的话 它将不仅影响到中国的民主进程 也会影响到包括图伯 东托吉斯坦 香港甚至台湾未来的发展前途 我还是强调说未来中国的转型 它绝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也会影响到其他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地区国家和族群 所以这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合作努力的事情 这个合作努力呢 第二点除了团结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能够做下来对话 那么就未来可能的发展 讨论可能的解决的方案 那么我希望这样的对话呢 也能够早一点开始 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期待 我想我就表达这两点意愿 那么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